所以我師父也藏口說 第一個要多看經典 第二個要多視為佛法 那你開口就是佛法 你連走路也是佛法 充滿了法慰 但是你平常如果沒那個習慣 像各位當然這個習慣沒那麼多 因為你要煩的是什麼 先生 太太 兒子 金錢 簽證 一大堆問題 你煩不完 而且你還涉及社會怎麼去快樂 怎麼去 因為你充滿了這些東西 那當然各位是在家菩薩沒辦法 但是至少在有災日你要拉回來 讓自己充滿了佛法 但是有一點印光大師就告訴我們 體悟無常 死隨時會到來 所以在這一點各位要去示威 坐電梯會被夾死 下樓梯斷死 走路被車撞死 那你要故意去面對這個 對自己跟對你所執著的對象 你這個公司 你的家庭 你的兒女 他隨時會暴斃的 他隨時會變化的 他隨時會生病的 你要能夠接受 因為我們只是利用這些變化 產生佛法 那他這個痛苦才會變成有功德 死亡是必然的 所以早死晚死而已 所以只是說他死後怎麼樣可以對他好 那這一點感情上你要能夠接受 放得下 面對金錢外表地位感情所有的變化 你要能夠接受 能夠接受叫空性 你才能夠產生真正的慈悲 怎麼去幫助對吧 當你一不冷靜一亂的時候 所以我發覺現在很多人一開始就錯 然後他錯 但是他一直還是在修行 但是他那個出發點動機錯 結果結果就很不好 但不好我們只能說一直跟他講 那你趕快藉這個機會去反省 哪裡做錯 當然如果對方能夠接受我會跟他講 如果對方不能接受我還是不能跟他講 我只能跟他寫白尾多回想 他需要智慧就給他點燈 給他印鏡 他需要福報就給他思思放生 因為他的因緣不一樣 所以連下來 靈捨生命 不離寂靜 各位要開始有這個發言 就是說你要修菩提心 如果你內心一亂 那你就變成你會傷害別人 所以靈捨生命不離寂靜處 所以這個是個基本 佛教裡面的基本自盡起義 你心裡要覺得委屈啦 沒面子啦 比較性啦 那你就亂了 一亂以後 你所做出來的事情就是會違背真理 會違背因果 你可能會去傷害別人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修行人 部分在家出家 在傷害別人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失去理性 他沒有安住在法 他沒有安住在法的時候 沒有護法神 沒有護法神 魔就來了 魔就來了 然後他就叫你去不做 魔在做的事情 你會覺得說 這樣做是對的 去搞對方 去罵對方 去威脅對方 去威脅對方 哇 出家人 說菩薩界的人 他怎麼會有這種事呢 因為他被魔抓住了 所以自己的內心 所以你要隨時要了解自己 現在到底在做什麼 在做什麼 如果今天我做一個助詞 我有一點驕傲 魔就來找你了 同樣 各位 有時候你去到場做義工 有些義工有一點驕傲 魔就找他了 因為魔找他以後 讓他做出來的動作 哇 哪有義工這麼兇的 哪有義工這麼愛錢的 就是這樣 因為魔已經在找他了 只是他自己不知道 所以在這一點 我們只能說 這個世界一切都是虛幻的 都是假的 但是我們要利用這個假象 去看清楚他的假象 你也不能懶得看 你每天就 我發現人們每天打坐 看經典 但是他不看真相了 這個世界明明 就是一個真相讓你看 佛法不離開任何一個 得癌症生病 生老病是地獄 不離開這些東西 因為一切法的本體 還是所有眾生的本體 都是佛性 你要看得見 只是他現在遭受了這個夜保 在地獄道 在惡鬼道 所以我們對他生起一種 自然的虛 自然的悲心 不是去可憐他 是因為他本來就是國王 他忘了這樣而已 他本來就具足財富 只是他喝醉酒了 所以你 不是說讓自己說 我要去對你慈悲 如果你有所求的是 我要對你慈悲 那你還會有所回報 我對你慈悲 是因為他本來就是國王 他本來就是佛 只是我提醒他而已 尊敬他 所以我講一個國王喝醉酒了 你還是尊敬他的 因為他是國王 所以在這一點 也就是佛教我們看人的方法 你看人 你要達到這樣 你才會 臨捨生命 不離大悲心 對不對 所以臨捨生命 不起憎愧心 你才能夠達到這樣 好 那為什麼我們發菩提經以後 各位一定要法門無量 思願學 事實上 這每一尊本尊都有一個法 那你能夠把它學下來 所以每一部經都是一個殊勝的法 你也要去深入 所以地藏法門 鑰匙法門 阿彌陀佛法門 所以各種的方法 包括在佛教的傳承裡面 像我很喜歡跑緬甸 泰國各個國家 阿彌陀佛法門 因為我要去學他們那個法 這個法可以讓跳蚤離開 這樣 這個法可以讓他內心裡面得到什麼 那我想我們就活到老學到老 那我想法本身很簡單 就是這樣唸而已 每一個法只是唸的意義不一樣而已 那當然動機都一樣 動機都一樣 那雖然動機都一樣 但是你每天去念的對象不一樣 所以我想各位 如果你學會了很多法 就像我講了 明天把你丟到山裡面的非洲裡面 你能不能快樂 就看見大家到美根 這樣就好了 你每天就這樣 那自然你不用煩惱 誰來給你吃飯 天神三神都會來供養你 天神三神供養你 人就會來供養你 我們這邊來了一個外國人 只會一直唸唸唸唸唸 但是生病會好 但是發財也會好 所以這兩天最出名的那個 古巴溫村 就是這一次緬甸13個人 他去唸唸唸唸唸唸 她很厲害 阿彌陀佛觀音菩ச � works 她都會唸 然後每次唸 她就拿著這個扇子 緬甸人 Mom demiş 這個扇子一扇出去 所有的功德 就吹到你身上 而且她的好處是 她不是自己唸 她要唸一定要跟大家跟她唸 一句一句 所以變得全場的人都會唸 不管你是哪一個國家 她一句一句跟著唸 然後她就 equipped коп減 所以事实上这个事情 泰国人都相信 这一次的灾难能够消除 都是因为这位古巴 古巴就是在缅甸最高的成就者 叫古巴 他去化解这个问题 因为那些小朋友 被洞里面的鬼神抓住了 但是古巴出面了 因为那个鬼神就是要古巴出面 有一个讲法是 那里面的女神就是古巴过去的太太 很多事以前的太太 然后因为这个公主 为了要去找她的先生 结果就跑到那个洞里面 结果那先生就被13个人杀死了 就是被被关在里面的13个人 所以发生这个事情 就要这个女神古巴 亲自去超度她了 跟她见面 这13个人就被放出来 这是一个讲法 但是无论如何 有各种的讲法 但是因为至少 这个古巴很厉害 别人都在想怎么办怎么办 她就说两三天就OK 结果就在第三天 这13个人就被发现了 所以她真的是有这个力量 所以我们在缅甸的最大的护身员 也是她指点的 我们本来是准备另外一个护身员 花了很多钱弄好了 她说不行 都OK了 说不行 所以那个主办者都很起烦恼 那怎么办 师父要来了 前一天说不行 结果我们很多人就因为这样抗议 因为当地的汉人都 我们组了一个会 但是古巴说那一边可以 结果隔天政府还同意了 可以 哇 两千多甲的地 古巴讲一声 可以就可以 结果那边挖到什么 最古的佛塔都在里面 很多宝物 很多宝物 这个就是她有神通 她知道事情怎么做 所以她那天也去参加 所以就几万人都来 几万人 当地的人都来 当地人只要看她一眼就好了 所以她走的时候就会丢糖果丢钱 大家就去抢 得到那些又会发财的 想说刚入了 所以我想一个修行者 他要修道友 有被利用价值 所以反正他就可以利益众生 所以在最重要的时候 当然他出面了 因为这样所以现在网路上都在流行 这个古巴文春 古巴古巴 所以昨天在新加坡多少人都去参加 但是他这个人 他就很慈悲 但是他不喜欢收得到人家钱 不喜欢人家讲话 讲完了就跑 他慈悸也非常严格 而且经常在山洞里面 不吃饭 只吃水果或者喝水 一直在修 修完以后 然后就把这个法又布施给众生 所以每一年 如果各位小伙有机会 你去参加他的生日 每年的元夜9号 9号 一二十万人记载那边 看也看不到他 但是他们只要踏到那个土地 他们就高兴 所以全世界最大的道场就是他 因为他那个道场可以赚几百万人 几百万人 当地的老百姓一直给他 一直奉献政府保护他 所以因为他是一位石修者 南传 北传 藏传 不单都封他为国师 你看他多厉害 不单都封他为国师 所以他就变成泰国 缅甸 老挝 金三角的最高成就者了 而且他没有这种教派的分别 完全没有 所以我也去亲近他 哇 他真的是神通无量 神通无量 而且最主要一个什么 以发菩提心 这个是最重要 神通在这些南传佛家很多 但是能够发菩提心的不多 他真实发起菩提心 而且他有正量 有正量就是 他知道你是谁 他知道你过去未来 所以坐在那面前都没什么秘密的 反正这个也好啊 所以为什么在佛的时代 那些修行者就很快解脱发菩提心 因为没有秘密的 所以他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他知道怎么去开发你 所以这种视线 也让人家对佛教生起一个很好的信心 非常好 好 那希望这些仪轨 各位可以经常经常的拿来念诵 乃是有些人专修 那我一辈子修大悲众也可以 但是记住来 随喜别人的法门 如果您很喜欢大悲众 而看不起别人 或觉得这个比他那个好 那你就完了 这个叫邪见 法法平等 无有高下 并不是 所以我刚刚特别讲这位古巴文春 所以他跟我说 意思是他只要嘴巴念观音菩萨 就可以得到所有观音的加持来利益对方 因为他对观音菩萨 所以他对 喇摩 逮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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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逮干人 他念的是我们福建话 所以大家就听了就很高兴 念完以后 看到汉人就阿弥陀佛 因为他这种慈悲 而且他念什么都要大家跟着他念 大家来念不几点都不困难 只要专心念越多人念 而且他喉咙很好 他一个人撑前场不用为挪的 他一个人 有时候我在那边看法是出家人很无聊 我家坐在那边 他在家里念得很高兴 因为出家人他说我是要念巴黎文的 我是要念这个 结果你怎么念那个 所以我在这边看我每次觉得 菩萨就是菩萨 他就是为了杜宗圣 但是反而我们出家人说 我是巴黎文的我不能念你的 我是藏传的我不能念这个的 那这样就失去了悲心很可惜 所以这些我想各位参访善知识 你才会增长见闻 你才会知道我们自己不圆满的地方 好 现在我刚才能讲故事吧 不过就像